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娜塔拉的崩壞牌組分享時間 在這次的新版本之後有一套牌組又再度回到了T1的位置 就是這套曾經稱霸的機械吸血鬼 因為這次的新版本當中加入了兩張超假的機械的新卡 還有一張其實不是機械卡但是他非常萬用的另外一張的星紅 導致我們的機械變成又控制然後撲場又兇 後期又不缺各種斬殺是整個超全面的一套牌組 這次的這一張的浮小吸血鬼諾因 只要在你的本次對戰當中已被破壞的從者數為10張以上的話 你可以砍掉一個從者之後讓他免費進化 他免費進化之後就可以拿到這個自己回合時 結束會召喚兩個生產期間在這場上 然後會給予其他的機械從者加2加2以及守護的效果 你還可以很輕鬆的做出全場5隻全部都有加2加2加守護的場面 非常的噁心 而且不光是他觸發到進化效果很強 他本身在當作一個就是123先攻的節奏時 你三費丟出了剛1夜斧搭配到諾因之後 你就可以快速堆疊你的機械數 所以這張牌非常厲害 是絕對需要去選滿的 再來另外一張牌根本也是有紅卡價值的機械魔護士 333的體質啊 他入場區如果本次被破壞的機械從者數為10個以上的話 則會回復自己的EP一點 等於說這張牌到後期的時候啊 他還是可以幫你免費賺取EP 還不需要付出任何東西 而進化的時候啊 如果自己的手牌中的機械卡裝數為2張以上的話 則會在這場對戰當中啊 給予自己主戰者 敵方的回合結束時 召喚一個生產器械在戰場上的效果 這個超誇張 因為是敵方的回合結束時 他就會召喚一隻 等於說那一張的生產器械啊 是直接可以即止 可以看你要做一個走點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單點的結場 都是非常OK的 更強的就是 只要這個效果在的話 你觸發到莫諾隨便都可以保底是9點的傷害 所以這張就不管是你 順的拍後期拍怎樣拍 都很強的拍 甚至是連不是機械牌座啊 你去放他都有其非常優良的功效 再來就是最後一張的 魔獸女帝 聶雷雅了 這張牌 就是 超噁心就對了啊 那由於這張牌要搭配到 渴望的強度 會再更上一層的哦 所以說如果你在玩聶雷雅的情況下 我是比較推薦 就是你要去放 夜襲的吸血鬼這張牌 因為當你進入到狂亂狀態的話 這個從此就可以免費進化 你就等於說在後期的時候 還有一個全場的 減二攻減二血的超群的控制 當然如果你沒有去放夜襲吸血鬼的話 也是可以放啦 因為這張牌本身單卡就很強 你家人自己打到進化點 然後讓他成功揮出那一下攻擊 對於場面的壓力就非常的足夠 但我還是推薦就是要去搭配夜襲吸血鬼 整齊的強度會更上一層哦 那我自己在打的牌組是長這樣啦 獵雷雅沒有放滿的關係 是因為我只有一張 而且我是完全沒有抽到 我這一張就是一張的戰用卡來做個使用 那我這套來講的話比較偏 多一點點鋪場然後半控的性質 所以他比較有其缺點 就是他雖然比較穩定 就是他要解有機械神解有 涅雷雅解也有依序來解 可是他就沒有像是純鋪場型的 就是任務堆疊那麼快然後那麼的兇 他也沒有像是純控型的那麼的控 基本上我覺得這樣的構築的容錯率比較高 比較適合新手來作為使用 接著我再來分享一下就是這一套的機械 機械鬼要怎麼組有哪些必要的構築 那畫面上所看到的這33張牌 就是我認為的必要的構築 有幾張單卡的話我還會稍微提一下 第一張就是哥布林基兵 有些人會放2有些人放3 但是我普遍來講的話 我覺得放滿的人比較多的 因為他的修復模式可以直接給 鋼鐵與大力之神融合 再來就是依序的也是蠻推薦可以放到滿的 所以說兩張或三張就是看你自己打牌的習慣 基本上我覺得老師這張牌比較吃進化點 而且他算是一張反產用的牌 如果你想要打比較兇的話 依序就不需要那麼多張 而當你有選用依序的時候 你的盒就可以不用到選滿 那當你一張依序又沒有的時候 我是比較建議就是 這一張的血紅之盒是直接放滿 且他的類型是機械的緣故 也可以給鋼鐵與大力之神融合 那基本上血紅之盒就是放個2到3張 看你自己習慣的打法 現環境來講的話 血紅之盒因為用鋼鐵與大力之盒 的降費效果拉出來之後會是0費 你再搭配到免費的機巧模糊式的進化 或者是諾依的進化 你就算沒有進化點 都可以輕易在後期的時候 直接乃10點血回來 非常的噁心 那最後一張還能夠調整牌 就是妙卒少女了 當你有選用夜襲吸血鬼的情況下的話 是可以考慮放滿的 因為畢竟夜襲吸血鬼本身也是自然 所以這張的妙卒少女也會抽到那一張的夜襲吸血鬼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有33張牌的 空缺可以做一個自由的選配 那依序我就會講一下這些牌的優點 預言惡魔就是走一個老套路 就是比較兇的 當你機械的從者都鋪開的時候 你就用預言惡魔直接加到 莫諾或者是斯雷身上 然後現在的環境來講的話 是比較少會放斯雷 所以說大多都是加在莫諾身上 但如果莫諾沒有出現的時候 你加他就蠻尷尬 而且有時候你說不定加攻之後啊 因為場面壓力的緣故啊 你需要把莫諾給融合掉 這樣你就會顯得說 欸你剛才加攻就擺費了 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而且他本身是沒有特別類型 是無法給鋼鐵與大力之神降費的 雞蛇調教師 說實在這張就是單純為了提升 準時可以諾音觸發10次的效果 或者是機械魔或是觸發10次 然後拿到進化點這個效果 其餘來說的話 在後期這張牌進來時啊 會顯得比較尷尬一些 現機械組的牌組來講的話 是比較少用這張的 因為就算你沒有選用這張雞蛇調教師好了 你整體來講的話 速度也不會差太多 而且載頭魔快啊 也是要在6費的時候 你諾音才有機會去解完10次 蜜約吸血鬼 這張牌最重要就是這個謝幕局的能力了 下一個自己回合開始時 會抽取一張牌 等於說你可以控制 讓自己的 聂雷亞做到狂亂的這個效果 那選用這張 單純就是為了就是跟 聂雷亞作為搭配 所以簡單來說的話 就是你聂雷亞選滿的情況 這張的蜜約吸血鬼啊 就可以考慮放個 1到2張 鐵刃之惡鬼 由於妙族少女啊 惡夢之死啊 包括鋼鐵與大力之神 都會抽牌的關係 這張鐵刃之惡鬼就沒有到 那麼的重要 可是也因為有新的機制融合的關係 你也不用太擔心就是 鐵刃之惡鬼直接幫你抽包 你覺得有多的牌 可以直接餵給 鋼鐵與大力之神給他吃掉就好了 所以這張是當你覺得你每次玩起來 都很缺手牌的時候 才會考慮的一張牌 施雷 其實這張沒有不好 但他就是有點太笨重了 結果在用鋼鐵與大力之神 拉出他的時候是3費的情況下 你可以做到一個優秀的途徑 或者是直接做到一個 即時走臉 就這樣會比較好 而大多的情況下的話 我是覺得他太大隻了 六費有點太肥了 打不太出去 那頂多就是看個人的喜好去尋用1到2張 一襲吸血鬼就必搭聂雷亞 而且我是建議聂雷亞是必滿的 機甲天使 其實這個效用跟那個機蛇調教師還蠻像的 最近比較少人會放這張牌 那唯一還算優點的性質 就是他本身是一張的666的守護 如果你有成功在後期這樣要飛的話 你無非可以排出一個666盾 勉強還可以擋你一個大盾來作為使用 防止對方的機池直接斬殺 那我自己是比較推薦說 如果你有選用機甲天使還有機蛇調教師 就比較適合再去搭配機械神了 那如果你這兩張沒有去選擇的話 你就去用烈雷亞加上依序來做個控制 就非常足夠的了 機械神 0到3張 看自己決定 這張現環境來講沒有說必備 但其實機械現在非常容易累積次數 等於說你選用他 你也有辦法給一次解掉對方 非常難解的場面 好那反正這套牌啊 就是現今環境的T1啊 那等等十三片段啊 算是是礦精華節錄出來的 直接展現出了鋼鐵與大力之神噁心的地方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你們就慢慢去體會吧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到實戰片段囉 這是一個內戰的結束 預言喔 我看他有沒有放好不好 如果他放我就放 呵呵呵呵 專門抄襲別人的 我看他有一個內戰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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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戰很重要 來自控星玩家的認證 可是機械也是... 變得有點帶控嗎? 我們是機械嗎? 機械現在沒牌可以打囉 欸? 機械... 機械要全部下去了嗎? 機械... 機械要全部下去了嗎? 我對方是控囉 我來陪我 機械... 機械應該還可以用吧 我覺得沒什麼差 可能有女帝 一定有 這種自然的偏控的 一定就是 後期的時候女器啊 然後用那個... 所以就掌握一句 呃 客人的夜 朝陽 暫時 停止 呃 攻擊 現在可以 哇 老師來了 走 可以換484嗎 可以還可以換啊 他怎麼感覺有點兇啊 他怎麼感覺有點兇啊 一直抓我臉欸 老師好快樂喔 10張機械 感覺後天又要緊急維修了 是怎樣 全部都變成血鬼了嗎 想要先把那個次數疊完 想要766嗎 嗯...可能喔 看一下是不是主流的前提套 全部都是就要這一戰的甘甜與大力之神 FIRST ONE 嘖 剛好欸 如果全送掉的話 請期望 我還會活著欸 伊莉亞 我不知道居然有比較好 但... 先這樣吧 哇~~~ 列尼亞來了 惡心的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欸 為什麼我覺得 剩二用列尼亞特別的搭 然後我 全部都不能交戰啊 蠻屁喔 交戰就全部都死掉了啊 12點喔 所以... 4點 12點 嗯 嗯 看來... 要用 看來要機械神了 掰掰 好吧 如果先射的話 最後剩下那個... 水雲魔獸我就是... 總會留一隻水雲魔獸欸 有點...有點尷尬 對啦 是可以賭啦 可是賭了也就是活兩隻一一感覺也蠻普通的 好 我們來合合看啦 不管了 欸 好 合了 全合 好進化嘛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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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場面 啟示錄啊 還動魔神 魔神 魔神 那如果拍出去之後還可以補耶 叔叔你不是1 3 5嗎然後變成2 4 6了 喔對啊我變成1 2 4 5了 變成1 2 4 5了 1 2 4 5喔 我贏了 怎麼會贏了 怎麼會贏了我都不知道 那我賺錯了 哼 我看到了 沒有 我在打 aspirations 這裡 好 螞蟻 來了 福利 靈魂 是不是某種神奇的快攻 不行 我覺得不能再賣幾隻手 但我想要開一個 幼稚交換 它是自然快攻欸 是吧 好特別喔 第一次遇到 來了來了來了 欸 有新會員 歡迎 劉柯廣 加入薯條家族 歡迎大家薯條刷起來 你可以我就爛比起來 薯條刷起來 欸 它真的是快的欸 看怎麼變得了 啊 啊 不准醬 怎麼都愛上 我都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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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歡迎 記得就是 迪石扣群組裡面 加入之後 不要助我 就可以讓你 進那個 會員專屬的 迪石扣頻道 然後又很微薄的會員福利 然後又很微薄的會員福利 哈哈 啊 啊 啊 哇 哇 是不是 該用女帝制裁她 來不及 呵呵 不行了欸 手上有機械弓嗎 對對對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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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械弓 價位 一層 每4.5 5 5 6 我最重要的玩具 我最重要的玩具 你已經到這裡了 如果傷害了 我只有我 我最重要的玩具 加油! 逆雷達真低強 有放在來的贏這一場對局 如果真的贏的話 就是靠他了 欸他還放這一張欸好酷喔 他可以叫小鳥鳥 但是那小鳥鳥跟我交戰會直接爆掉 大概五位吧 五位會員就行了 他還有一倍的補嗎 沒有吧 他沒有死過那種啊 一倍補的 除非他完全是中啊 欸我覺得有會被他右手的殼欸 攻擊死給予 我覺得直接回攻擊 然後下這個 槓EF 四幾隻了 還不夠 還需要三槍 有低費的守護啊 或是機械的啊 沒有 哇下一手還是關鍵 最危險的一手 目前覺得最合理的做法就是 如果他真的都解掉了 這兩張機器都解掉 我就說噩夢之死 然後抽諾音 噩夢之死抽諾音 我就可以加盾了 如果沒有 我 只能看大帝之神了 如果他沒有解的話 只能看大帝之神了 如果大帝之神就等於說 八費那一回合不會加到盾 要九費才有可能 哇 哇 哇 蘇伊 啊 他其實在那裡 不行我覺得要抽諾音 哇 諾音右手來 可是 夠嗎 不夠 但是我可以直接做一個單 單諾音的 守護 攻擊 然後 又 等等下一手就是 1 1 我的盒都沒有來 有點危險 來個羅洛少女的反殺 我 我 在想他是不是 剛剛有點後悔 哇 小臉 是有必殺技的嗎 然後 然後 妹妹進化 我 你現在 B 對不對 右手 可以 可以 喝不掉 完了完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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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盾嗎 機甲天使也是個守護 我覺得 加盾 有點危險欸 還是我直接賭 護士加盒 盒 然後靠賽 可以喝幾張 三張 抽諾音嗎 超諾音 超諾音 我護士加盒 有了 有了 這個西深淺 停止 呵呵呵呵 różne 直接復活原地奶回來 啊看了 乾脆我明天揭露這一套好了 差對 這遊戲真簡單 對面我叫爛 可是還是有機會啊 如果他笑點還有必殺技的話 然後把他先自殘 他先打一張血字契約 然後再用笑點必殺技全場燒五 就可以了 我真的有必殺技欸 還要再合嗎 再合也才是欸 不然就諾音直接狗啊 我先趕 趕進殺絕欸 快點忘記大攻擊 這樣你還可以再笑練嗎 在笑啊 那一贏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御風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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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